您要不要先講一下,就是這一次第一次跟日本導演合作 那你有沒有同事這樣嗎? 風格或是演的?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,我覺得就是 對於日本人的工作態度是非常嚴謹 然後非常尊重 你會非常的感覺到他們對於他們工作的尊重 還有他們的態度 對 這一次跟劉希夫合作,一開始跟他不太熟 那兩個要混熟,才會有默契 還是拍完一直都不熟 其實 你說如果私底下熟的話,真的不熟 不熟,對 但 反而是 這些東西就直接是在表演上面 對 就私底下雖然我們沒有太多的溝通或是什麼 但是 一旦 開拍了就把所有的東西就是放在那個上面 其實我覺得這次是很好的經驗 因為剛開始 想說要跟導演合作當然非常開心 可是就覺得,哇,語言不通 那在溝通上面 在溝通角色啊 戲上面應該會有很大的問題 對,那剛開始去的時候 也是覺得就是 溝通就要透過翻譯 那時間就會花得比較長 那有的時候 可能翻譯翻過去 有些東西也沒有辦法完全轉達到導演那裡 那可是到後來就變成是 我們做了稍微的溝通之後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想法 直接表現出來 對,所以就到後來變成是很直接的溝通 就是表演上的溝通 然後就突然覺得 欸,這是滿有趣的 而且是很好的經驗 謝謝大家